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格林兄弟》 格林兄弟从小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妹妹得病,让杰克去把牛卖了,给妹妹治病 但是最后杰克只带了魔法豆子 15年后,格林兄弟成了名人 他们可以除去女鬼女巫,各种妖魔鬼怪 他们收到默访屋地方人的邀请 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女巫,叫声特别的吓人 整个庄子的人都害怕,因为这个女巫成天提心吊胆 格林兄弟赶来,是他们花重金邀请来 女巫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像是被水烫了一样 枯木一样的外表,他们用婴儿的眼泪射中女巫的心 女巫落下死去,但真相却是这样的 女巫是格林兄弟花钱请来的表演人员扮演的 他们这样的谎局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女巫被除掉,他们在一起狂欢庆祝 法国人突然闯进来,当时德国已经被法国占领 德国人对法国人则是满是冤言 在狂欢会上,喝醉的杰克差点说出了实情 幸好威尔及时阻拦,在威尔睡觉的时候 他们却被一个国王的手下卡瓦底抓住 带回了德拉图巴将军那里 他们已经被将军盯了好久 他们所雇佣的演员也被抓了过去 用了酷刑,所有的谎局都被识破 将军只有一个要求 马尔巴登这个地方也有和他们一样的诡计 格林兄弟想要洗除他们的罪名 必须答应将军抓住这个恶棍 他们被派遣到马尔巴登 这里丢失了十个孩子 在森林里莫名的消失 都是被树给抓走 只剩下他们身上的物件 失去孩子的家庭非常痛苦 格林兄弟提出要求 必须找一个特别熟悉森林的人 和他们一起进 他们找到了安吉利卡 让他给格林兄弟带路 他们找到了一个塔 这里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 之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 砍掉了所有的树木建造塔 一年后瘟疫来了 国王德冰去世 在国王和王后结婚的那天 一个女童听到他的呼喊出来 却被马吐出来的丝包住 吃进了肚子里 格林兄弟安吉利卡赶紧去追 发现森林里的所有树木都会动 安吉利卡发现了杀害父亲的狼 决定去和狼大战一场 但是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发现狼的眼睛 十分像父亲的眼睛 费了好大的力气 他们终于逃了出来 萨莎在出去提水的时候 发现水桶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然后他的脸却被偷走 萨莎也被带走 杰克看了一辈子的神话童话故事 这次的经历让他十分激动 他感觉能够碰到一个真实的 太不容易了 他一定要搞清楚真相 他一心想要进去塔之内 想去究竟看看是什么地方 在塔顶他发现 周围有12个古墓 里面的女干尸 不能看他的眼睛 因为他的魔法会使人产生幻想 威尔在下面给杰克充当苦力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发现森林里的狼 其实是一个人 他发现这个狼将一个小孩 放进古墓 威尔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杰克发现了真相 12个古墓 需要12个小女孩 王后需要12个女孩的血 来保持自己的永远年轻 为了得到年轻的容貌 他对安吉利卡的父亲 注下魔法 使他一直为他效忠 可怕的王后 真的自私自利 今晚越试之前 必须找到第12个女孩 这孩子赶紧撤离 但是将军却感到 将军不相信他们几个的胡言乱语 认为他们几个都在撒谎 用一些神话故事来制造邪恶 带领一大批人将森林烧掉 杰克威尔也被丢去活海中 村民们痛苦地呐喊自己孩子的名字 幸好有安吉利卡的相救 他们为了救这些女童 继续前往塔州 王后的一口气 可以让整个森林的火都熄灭 将军和卡瓦都感到 将军对威尔穷杀不舍 但是他终究不是威尔的对手 威尔把他干掉 杰克成功进去塔州 想阻止王后的一切 喝下第12个人的血 但是王后的魔法使他动弹不得 紧接着 威尔也上来 他们两兄弟因为魔法开始厮杀 威尔成了王后的新国王 此时的威尔被迷惑 杰克用锤子打破了镜子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 王后灰飞烟灭 塔开始倒塌 可是威尔却被杰克击中了一刀 因为王后的魔法 他才活了下来 卡瓦蒂不再是之前的卡瓦蒂 告诉杰克只有真爱之吻 能够结束最后的魔法 让他吻安吉利卡 果然是这样 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古墓中出来 开心交谈 恢复了孩子原有的模样 但是威尔却没有醒来 卡瓦蒂杰克吻了之后 或许能够醒来 正当他吻威尔的时候 却说不是杰克的吻 而是安吉利卡 威尔最后也醒过来 所有的魔法都被破灭 孩子们都得救 格林兄弟成了真正除掉恶魔的人 之前的戏剧化的骗人 现在却成了真实的经理 但是格林兄弟并未退缩 而是迎难而上 值得我们学习